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当年第一次见师父熊教授的时候 他正在大连办班 那个时候我还是去跟他做生意 还没想着跟他去求道 故事我就不讲太长了 结果是他又没时间 因为他一办班五天 他要跟时空场 要做布场 要通常头一天都要跟法界安排 安排中有一些干扰员来要干扰你 不让你办班 所以他在护场解解这些工作 所以说我边跟他谈事 那个时候有个朋友引见我 他边谈事 他边翻眼珠子看天 我觉得这个人很没有礼貌 我这么大的人物来见你了 你还看天不理我 那个时候我说不懂这些 但是这个师父说 你既然来了我没时间跟你谈了 你等我办完班 你再跟我慢慢谈事 我说那也行啊 几天五天 我说刚好我这没事 五天OK 就被他骗着上了一个班 第二天 他办完班中午都有两个小时的练功 实际上别人练功 我睡觉嘛 我都跟你们讲过了 我就呼呼地就睡过去 睡过去了 然后就看到 有个人跑到我床边来了 床边 然后那一段时间 我刚好从小就得了一个肠胃炎 就是肚子一受凉就拉肚子 脑也治不好 到那个时候 我见他的时候 二十多岁吧 然后这个 一致也没好 天一冷就翻 一年到头经常跑厕所 治不住 结果那一天呢 中午就睡着觉 就看到一个人 在我床边 然后拿个刀子 把我肚皮给划开了 然后拿剪子 咔嚓 给我这个肠子剪丢了 剪丢了就看他丢掉了 然后从天上 又接了一个肠子 然后亮晃晃地 给我放进去了 然后又放进去 那个肚皮 又好了 就那两天正闹肚子 结果是 他这一坐以后 不闹肚子了 当下就好了 这个下午早上还跑厕所 开始上午 中午开始 这几天一点也没上厕所 然后但是那个师父 不让我看他的头 只看到下半身 穿着那个 一个布鞋 然后轻衣装 就是道士的轻衣装 然后等着 他半完班 不是见我 我就请示这个 我说师父 这个好奇怪 看到这么个人 然后来我的肠子就好了 这咋回事呢 那个时候 我还没接触 他的系统的东西 第一次接触 师父说 你还说呢 你的师父怕丢他的人 只给你看脚不看脸 我说啥意思 他说 你要是看见脸了 你说你谁谁谁 是你师父 他不很丢人 我说 那有我这个徒弟 有啥丢人 他说你练嘛 你修嘛 我说 我现在还不懂怎么修炼 师父说 那不丢人 有个徒弟不会修炼 就像我 你们千万出去 别说你们是我徒弟 然后我该不认你们 有个人天天追着 叫我老爸呀 师父啊 我说你再stop 不允许叫我 我没你这样的老爸 老儿子 我也没你这样的徒弟 他整天的这个缺德事干尽 然后正事不干一点 你还喊我老爸 喊我师父 我多丢人啊 那个时候师父就说 你的师父怕你丢人 我说 这就是说 我自己的真实觉受 这不带骗人的 什么叫天一啊 什么叫神一啊 所以你跟师父们有缘 在师父办班的这个场中 师父这个代修的这个场中 很多有缘的过去事 或者在高位空间的师父 他跟你有缘 要来帮你 都会降下来 给你东西吃啦 帮你做手术 换这些灵不见啦 那么实际上 都是你的灵身上的 一些作用 都是真实的 不要退信号 这叫什么 这就叫圣观 这就叫皮婆舍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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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